道藏指木引得 真部 道藏書記 佛教也有佛藏經 佛教三藏十二部經 道教也叫道藏 佛教大藏經 道教也叫道藏 你看韓芬樓 韓芬樓在上海 藏道教的 藏道教的典籍 現在搜尋網路 善書圖書館 善書圖書館 好多韓芬樓 上海韓芬樓 所藏道帳經典的那個目錄 韓芬樓藏書的目錄很多很豐富 你看這裡有介紹上海 上海成立韓芬樓 善書圖書館 搜尋善書圖書館 有好多 獻善的書籍 道歌啦 中英文的書啦 經典翻譯成英文的 六祖談經也有 還有韓傳佛教 佛學佛學字典 英文的佛學字典 還有好多 道帳道帳 道教經典 道帳的這個經典目錄 還有寶華經典 還有報恩經典 還有好像佛教道教的 有一些類似的寶華經類似嘛 大日經類似的叫什麼 還有保護童子的嘛 紅紙巾 善書圖書館 找那個散書圖書館 那個目錄文字是可以複製貼上的 內容豐富 然後有用巴拉伯卡程式 把那個文字都念出來 念成中文 中英文混讀 巴拉伯卡 BLA BO LKA 巴拉伯卡 可以收信網路 然後下載安裝會 逐字念會 中英文混讀 如果有外文的 下載安裝那個程式 語文的程式 語音 語音 引擎 還可以念外國的文字 日文有試過的都可以念 廣東話也可以 客家話也可以 簡體字的也可以 簡體中文也可以 古代的牙語好像那個閩南語的 廣東話閩南語 客家語 那不是像我們那講的那個閩南語 是古代的那種 牙語 文語的語音 高牙語 然後好像西藏的好像也可以 還要再研究 客家啦西藏啦廣東都有 簡體中文的也有 然後古代的牙語漢語 古代中國人呢 主流的是講 現在我們說的台語 講閩南語比較標準 古漢語 閩南語的音 閩南語讀書音 你看 道仗的 動玄部太玄部 佛教也是經歷論三丈 道教的道仗 動玄部太玄部 太平部 你看 漢朝的時候不是有太平君嗎 清朝末年太平天國 清漢朝 末年那個太平君是因為道教的 無多米道嗎 不是啦 太平道 他是太平道三 三張角創立的太平道 他是因為尊諾太平經 太平清領書 清 清色的清領 領袖的領 太平清領書 簡稱太平經 而他們那個道教的太平道 不是無多米道喔 無多米道是在西南方印 四川那邊的 太平道是在北方的 張角的太平君 太平道他們的軍隊叫太平君 作亂叫太平君之亂 佛袋黃色的金 佛袋黃色的金 附金的那個叫黃金之亂 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國之亂 那是基督教的 愛上帝教的 太太清富了 內容豐富 參考善書圖書館 一個字都看不清楚 你找善書圖書館 網路搜尋善書圖書館 裡面那個寒分樓搜尋一下寒分樓 網頁內搜尋寒分樓 就有這個道帳目錄 很豐富 大帳目錄 道帳目錄 還有帳外的書館 還有中華道帳 大名氣道帳目錄 內容豐富